市場高度關注本月底發表的施政報告 會如何為樓市撤立 不者認為要預測港府將怎樣做之前 我們可以先反過來想 到底當局怎樣做會令現時的局面進一步惡化 政府撤立的目標應該是要確保樓價跌勢不會因此擴大 同時成交量不應較目前少 否則就會本末倒置 下文列出不者預計政府將推出的設立方案 我們首先必須定義清楚何為辣椒 一直以來購買本港住宅物業需繳付重價印花稅 Advalorum Stamp Duty AVD 除此之外 自2010年起 政府在AVD之上分段宣布增設雙倍印花稅 Double Stamp Duty DSD 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 SSD 以及買家印花稅Buer Stamp Duty 所謂的辣椒主要以這三種稅收方式體現 本意是要壓抑樓市投機炒賣活動 再配合公款人壓力測試 確保銀行體系穩定 但由於炒樓活動已絕跡多時 政府堅持不切勒的態度經常為人救病 第一個預測關於DSD 即以擁有住宅者再買入住宅物業需額外繳付業權價值的百分之十五 有部分情況可獲豁免 在此不罪 樓價下跌以及物業成交銳減影響政府物業稅收入 為扭轉劣勢 不者認為政府可以大膽豁免未來一年 本港永久居民兼非守置者買入住宅物業的DSD 只限一間 在現時情況下 除擁有自住樓外 多買一間物業收租不應再被視作投機的行為 而受到懲罰 這個建議 亦有利換樓人士 讓他們選擇先買後賣的方式換樓 無需馬上動用額外資金支付DSD 儘管之後 可以退還 事實上 部分上車盤的樓價 以回落至數年前水平 便得不再那麼難以承擔 問題是想換樓的難以將資賣出 如果能採取以上建議 相信有助增強上車盤的承接力 及流動性 重新激活換樓鏈 第二個預測涉及SSD 現時規定購買住宅物業後三年內 出售需繳付額外印花稅 6個月以內稅率為20% 6至12個月為15% 12個月至36個月為10% 不者認為政府應繼續維持 而不應撤銷 試想上一旦取消SSD 放盤量很可能比之前增加 對樓價或有負面影響 第三個預測則屬BSD 現時非永久居民購買住宅物業需繳付樓價15% 同時AVD要採用第一標準稅率 或一為15% 即買家要付合共30% 特首李嘉超於2022年任內首份施政報告 中宣布這些買家在港居住滿7年 成為永久居民後 可申請退回者30% 但仍需支付本港永久居民首次買家 所適用的第二標準AVD稅率 不者認為BSD稅率 可以調低至少一半以增加吸引力 如果怕因此而推高上車盤樓價 可以設定所購買的物業價值為800萬 或以上的非上車盤 至於美股市況方面 截至10月4日收市一周 各行業ETF個別發展 當中以科技ETF升幅最大 達1.7% 能源ETF跌幅最多 錯7% 20大行業指數各有升跌 並以硬碟指數漲幅最強 達2.3% 石油服務業指數跌幅最急 射狗 4% 各類型因此ETF普遍向下 其中價值型ETF跌幅最大 達1.4% 市寬大幅收窄 紐約交易所股價 處於50天及200天線以上的股份比例 分別跌至16%及36% 標普500指數股價 處於50天及200天線以上的股份比例跌至11點 2於37.4% 標普500指數短期支持區處於4180至4210點 阻力區4320至4350點 3.4% 4.4% 4% 6%